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了他们国家也面对了东西两边分裂的一个处境 他们的危机和困境 没有想到现在反过来换成保岛台湾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我们呢 自己成为全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了 所有的人相信心情都是沉重的 特别是经过昨天晚上12个小时的一个 驱离的一个行动还有抗争的行动之后 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过 但是这场运动要怎么样走下去 但是这场运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我们要深思的一个议题 先介绍来宾 首先介绍资深田王瑞德 熊卫好 大家好 资深媒田胡夏成 大家好 还有野百合运动的参与者邱建英老师 大家好 还有媒体公告者康仁俊 熊卫好 大家好 好 在晚间的最新的消息呢 我们就先来看看连线的一个报道 在台北这个地院的一个外面呢 我们的记者陈云平呢要带来就是呢 这个参与呢 这个被认为是指挥 总指挥的公入行政院这个运动的这个学生呢 魏阳呢 他这个这个申请积押题呢 现在在处理中 我们赶快先看看连线的报道 亲难研究生魏阳呢 在23日晚间 因为被指控可能是策划整起占领行政院事件 因此呢遭到逮捕 甚至呢是申请积押的一个状况 而刚刚呢就在8点半的时候 在台北地院这边 已经召开了积押庭在审理当中 而在开庭之前呢 魏阳的辩护力士顾立雄也到了现场 他表示说呢 这魏阳在事前真的完全不知情 同时呢也不是外界所谓的音音派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一个访问 我想现在所能够 甲学官所能够想象的罪名都不是重罪嘛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魏阳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知道有任何想要公路行政院的想法 那因为魏阳在当天 参加了清大的那个他们年度的一个会议 那么他还要在那边发表他的论文 那事实上赶到这一个台北的时候 已经是八点钟左右 那到了这个行政院现场的时候呢 他并不知道谁公路 行政院那现场的状况 就是已经是存在那样的状况 所以他还想说 因为他有一些社运的经验 所以他才会这个主持一下 将现场的这个群众的群训呢 纳入一个正轨 然后想要让他们以一种 非暴力抗争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事实上他并不是有任何策划 说要进入行政院的一个人 那么他在现场介入 只是想要让现场的秩序 在一个没有秩序的情况之下 回到一个有秩序的状态 所以我想就这个部分呢 对他的生压 我想并不是一个实切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以听讲呢 顾立雄呢 其实是呼吁赶快示范魏阳 让他赶快回家 而我们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呢 魏阳的妈妈呢 东华大学副教授杨翠呢 也特地到了现场 来准备呢 等待这个积押亭的一个结果 而这个杨翠他是表示说呢 其实他之前有见过儿子 儿子目前的心情呢 都是非常的平静 而他就决定呢 在这个台北地医院这边时候 希望能够在积押亭结束之后 尽早赶快带儿子回家 以上就是现场真心情况 我们把现场交还给棚内 因为呢瘫痪行政院呢 真的呢非同小可 这是呢中华民国史上第一次 连行政院 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呢 都被学生给攻进去了 所以呢这一次呢被认为呢 是这个呢 这个攻进行政院的这个总招 跟负责人啊 就是魏阳这位清华大学的学生 当然就成为了被积押的一个对象 所有的闯进去的人 最后呢该交保了交保了 最后呢限制巨株的限制巨株 就只有他被深压 瑞乐哥怎么看 对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就是说在这个陈维廷 这个林非凡为主的 这些所谓温和派的学生运动 他们一样是侵占 这个占领这个所谓立法院嘛 那么为什么没有遭到 当然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呢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被用 毁损跟黄岸公 一样移送到台北地间署去 侦办一样会起诉 那么大学生啊 成年人做什么事情 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过呢就魏阳的部分 显然有点差距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之所以会用 这个包括毁损 包括妨碍公共 包括善货患罪等等 六大项的罪名啊 要把他申请羁押的原因 是因为认定他是首谋 也就是说他是策划的 总策划人 总召集人等等 那可是在时间差的部分呢 昨天显然在7点35分 晚上7点35分 这个比较激进的这个学生 攻进去行政院的当下 魏阳本身是在火车上 所以他并不是在等于说 率领第一批攻进去的 可是问题就是那谁是第一个时间 因为这个事情一定是在之前 就有经过一个策划嘛 那么这几位学生听说 大概是接近四五十位的学生里面呢 是谁进行这样的计划 进行这样的策划 而谁是总召集人 那总召集人其实啊 就一个犯罪的等于说来讲 就会把他认定是首谋啦 首谋就是最严重的 所以呢就会把他申请羁押禁件 目前认定是魏阳 而且他自己也讲说是他 那因为很可能 魏阳自己本身是认为 我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嘛 因为黑色导国的发起人 也是他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他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 一间要想要扛起所有的责任 自己站出来就是 对 没有错 那顾立雄律师所说的没有错 六项罪名没有一项是重罪 不过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就是说 因为六项罪名 现在我们台湾所采取的刑罚是 六项罪名 他是一项加一项这样合并来计算了 所以到时候一罪一罚的情况下 他可能罪也会不轻 所以这一点也必须要注意 有就有 好汉做事好汉当 没有就没有 不要替别人 等于说要把这个罪者扛起来 我们再次呼吁 这次的学运之所以 能够让大家认同的原因 之所以是因为 大家很理性 很和平 然后让大家出乎很多 这个大人的意料之外 那我们尊重每个人 有你自己的选择 但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之前呢 你必须先想象到后果 所以呢 昨天就是这样的后果 61个人被逮捕 并不是这些学生 所谓在脸书上说 发表一个直章声明说 我一个人可以扛起所有的行则 我一个人扛 不是的 因为在群众运动里面呢 任何人 只要有人稍微等于说带个头 群众就会盲目的跟从 所以包括昨天去到 现场包围立法院的 几千名的群众 事实上我相信绝大多数人 并不太了解说 为什么会在立法院 没有强制驱散 为什么在这个行政院 自己都不知道 就如此强制驱散 他们可能搞不清楚 之间的奋计 所以你看 轻震立法院跟行政院 真的是有差别 但是你闯到了行政院 到底算不算是大事呢 这一次呢 首先抓到的 都是以现行犯的这个 罪名先被抓起来 因为都闯到了 行政院的办公大楼里面 而且还有做一些破坏的动作 换销唇哥 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这几事件 我把它区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是前面的一个 攻占立法院 后面是攻占 行政院卫国 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是觉得是说 这两起事件里面 它正好可以让我们 所有台湾的大人们 要有一个反省的机会 他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就是为什么我们大人讲的话 做的事情 没有办法赢得年轻人的信任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好好 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 这是给我们大人上的一堂课 然后给大人上的第二堂课就是 你应该可以倾听这些年轻人的声音 但是有没有 你答非所问 我现在讲的是谁 就是马总统 你答非所问 然后另外的话有没有 你把孩子们 你把这些年轻人同学 所说的话 就当你们是小孩子 反正你们是小屁孩 我听另外一句话 哈拉两句话就没事了 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这个样子 也因为你的一个轻呼 还有你的末世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们大人要学到的两堂课 但是孩子们 你们同学 你们要学到什么课 就是刚刚我们瑞雷雄讲的 也没有错 就是当你今天有没有 犯了法了 犯了错了 请你去面对这个情况 那魏洋的话有没有 当然他自己现在要一肩扛起 其实有没有 我能够理解 那个顾利雄律师的一个 他的一个看法 因为他的整个时间 差上面来讲 他是后来才到的 你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你一个人我要扛起来 可不可以 法律上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说你要扛就扛的 你是没有办法能扛起来的 那法律的话有没有 还是一样我要去追究 当初是哪些人 喊带头冲到里面去 现在追得出来吗 那时候情况是不是有点混乱 台湾的警察不是笨蛋 台湾的其实很多情资 都掌握在手里面 然后台湾的话有没有 这些情资单位有没有 其实有没有 早在这个整个学运动 开启的第一天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的一些人 就渗入到里面去 他收集情资 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你说你没办法掌握到 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 这是我不太能够接受的 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误望误误重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年轻人 如果你真的你做错 觉得你做错事了 你不要让这些孩子们 这些其他同学有没有 自己扛 自己出来 我所谓的做错事是什么东西 我进去里面 毁损了东西 我侵占了一些公文书有没有 那不就是现在已经部分 被抓起来的那23个吗 我认为不止 因为我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跟一个东海大学 博士候选一个谢信同学 我刚才聊过 我刚才聊过 其实有没有 有些人进去了 破坏了一些东西 有些人出来 出来那后面的人 在进去的时候有没有 他出不来 他可能没有再做任何事情 出不来 他出不来的意思就是说 很简单 他就被挡住了嘛 他被挡住的时候有没有 他就在这里面 然后呢 出也出不去 所以他被困在中间 夹在中间就是这样 有一些同学 的确是在这种状态之下 有没有 那原来前面的一些破坏的 我姑且认为他不是同学 他应该是一些 一般的一些群 其他的群众 所以就跟错人的意思 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也不是因为场面很混乱 我觉得应该是在整个场面 是非常非常的混乱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出现的时候 有没有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 秉持着 对现在 为现在年轻人 有没有 早想 你该跳出来认的 拜托你跳出来认 你不要让这些同学 有没有 然后去背这个黑锅 然后另外的话 这些同学 如果你真的有没有 就破坏了一些东西的话 自己面对 我觉得这是给大家的一堂课 还是要付就是了 乔老师 对其实我关于 这个魏阳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基家庭这个事情 我有另外一个看法 是这样子的 其实呢 这个魏阳的这件事情的话 不管他是不是那个守谋 他是不是第一个进去那个人 他现在跳出来顶这个罪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肯定 他那个精神 为什么 最起码 他有为那个 他的那个战友们 他的那个朋友们 这个两肋插到这个精神 这应该肯定的 那另外的话 还有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建议马总统 或者是这个江英华 这个院长这样子的 在这一个所谓的 32个人被逮捕了 在行政院被逮捕这件事情的话 是不是可以展现一下 你成为一个执政者的 高度跟气度出来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 其实呢 在7月1919年5月4号那一天 就是我们讲的 五四运动那一天 事实上当天就有了 这个三人几个 也是被逮捕的 那我们这好像是 六十几个被逮捕嘛 对不对 我刚刚把那个数字讲错 六十一个人被逮捕 在这个五四那天的话 是三十一个人被逮捕 可是逮捕有的话 隔一天断其锐 北洋军法断其锐 就把这个逮捕的三十人 当时给放了 而且重点是呢 这三十人干什么事知道吗 我们这个 这一次被逮捕这六十一人的话 他是进入行政院嘛 对不对 他破坏公务 各自上罪文 他就依法办理 整个被起诉这样子的 但是呢 在过去这个五四的那一天 他们被逮捕了三十二个人的话 其实他们那一天干的事情是 他们直接闯进了 外交部长的家里面 而且放火烧了外交部长的家 把人家的房子给烧了 而且在烧的之前的话 还逮到在部长家里面开会的 当时另外一个驻日的一个大使 这样子的 而且当时就把他毒打一顿 所以后来三十二个人被逮捕 可是有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后天隔一天 段其锐把他们又给放了呢 其实很简单 当年的这个五四运动 的那个学生运动的想法是说 他们是为整个 所谓的中国的未来好 那反过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反过来看 这一次这个三一八学运 也是一样的情况 想想看 不管是魏阳也好 或是被逮捕这个六十一个人 被起诉了 被犯缓刑的 或者是在开击亚庭 也都是一样的 他们最原始的出发点的话 口口声声是为台湾好 那当然马总统 当然也讲说 他那个什么的服务报协定 是为台湾好了 既然大家立场都一样的话 那么我要问的是说 这些孩子 他们基本上是罪人吗 真的是犯这么大的罪 需要说 直接把他们送到法院去 判这个刑吗 或许我们想想想看 那个马总统 或是江院长 或许可以出面缓夹一下这样子的 让他们羁押个一段时间 可是隔天就把它放出来这样子的 或许对他们来讲的话 在心中不会留下一个 所谓的伤口这样子 而且也对未来的 现在还在立法院 抗议这些孩子来讲的话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感觉出现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 可能是马英九总统 或者是我们江院长 应该考虑的事情 现在你看 1919年连北洋军阀 段祺瑞 都愿意隔天放出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这样是比较好一点的 好 但是就看到了 这一次会有这样的学生运动 就是因为服帽的关系 所以会走样的变成 要攻占行政院 也是因为服帽的关系 所以追根究底 还是要讨论在服帽 这个议题上面 马总统有出来讲话 江院长也有出来讲话 但是学生这边也出来讲话 两边还是各唱各的调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集 那再来这样子的攻防下去 到底该怎么样的发展 这才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事 因为这包括对学生运动来说 也是大家所关注 到底能不能够平和的落幕 大家绝对不想要再看到 像昨天晚上的事情 在发生 人俊 当然我有点点看法 跟邱老师有点相同 也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学生的精神 即使再怎么样值得肯定 但是有一些行为 如果他真的是 愉悦了奋机的话 我不认为那个应该要公开被肯定 我觉得这是层次上面的问题 那当然在这整个事件上面 尤其包含闯入公署跟善闯民财 基本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有的是属于公诉罪的范围 这个不能够相提并论 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现在也回来看 在今天王金平召开 朝野协商之后 我看到我收到了学生 所发的一个声明 他们基本上也是肯定 王金平愿意在这个时候 也希望集合 这个所谓朝野之力 或者是集合各个立法委员的智慧 希望能够化解 这样的一个问题下来 不过我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说当然学生试图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去投入社会 而且关心社会 重点是政府到底关心过 这些学生没有 我们如果从反服貌的议题 回来看 你会看到所谓的 被开放的产业里面 似乎我们看不到这些产业 有像学生这么样激烈的反弹 可是在这些学生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凝聚了这么多的一个学生的共识 他们要走上街头去反服貌 很多人也去问学生说 你真的懂服貌吗 你真的懂他的条文吗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们用太大人的世界 去想这些学生 我在这几天里面 我们在立法院的周边 其实我们也会问学生这个问题 说你为什么要走出来 其实我发现到很多的大学生 在这一次愿意走上街头 而且你会看到 这一次很特别的是 没有什么父母出来讲说 不行 你不可以去 反而是很多的父母 他鼓励他的孩子去 所以他根本的问题其实在于是 这些大学生他们很害怕的是 我毕业之后我会失业 因为现在大家告诉我说 当整个服貌协议开了之后 所有的产业进来之后完蛋了 我们的产业会外移 我们很多工具机会流失 我们的薪资会变得更低 这是他一个很普遍的心理的恐慌 可是这个恐慌 我们没有看到在这段时间里面 政府试图想要去解决 而政府永远告诉大家说 你这些学生是反服貌的 我请问你 他根本没有投入社会工作 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服貌 对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他根本还没有开始赚钱 所以他真正的心理问题 其实来自于这个地方 我不敢讲说我看到是全部 但最少我接触到了很多大学生 你今天真的问他 为什么走上街头的原因 他很担心他毕业就是失业 所以现在回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 其实你某部分回来看说 政府你好像一直在 服貌协议上面沟通 好像讲说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其实江院长也还是有 开记者会讲 是 可是我就讲说 你是用你大人的世界 你是用一个做官的心态去看 可是他们是学生 他不是产业代表 所以你不要用想要去 说服产业的那一套 我告诉你有很多的数字是 我今天开放了多少之后 你就会得利多少 我应用什么比例之后 我就赚到多少钱 对学生来讲 我跟你告诉你 它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所担心的 跟你担心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政府要怎么样沟通 才能够说服这些学生 还有到底现在 瑞儿哥你这样看 到底有没有转环的余地 刚刚任俊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 你知道政府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这次学生 抗议所谓的服貌 我相信全台湾 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大学生 或是年轻人 这么了解服貌的 我们每天都去现场 白天去 半夜去 对不对 你跟他们聊服貌 他们听演讲 听服貌 讨论服貌 从来没有大学生会这么关心 我们以前了解的大学生是 不看报纸 不看新闻 然后对政治莫不关心 那这次为什么 讲到一个重点 洪中秋25万白山军 是因为 这些很多的男生 大学生会认为 那我去当兵会不会被吵死 会不会害死 感同身受 所以这次一样 那我以后会不会毕业 就关切自身的问题 对 连自己的头脑都没去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知道政府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吗 经济部长张家柱 用什么来对于解释他的服貌 服貌是为台湾好 没有服貌的话 台湾走不出去 如果反服貌就是害台湾 害台湾这种大帽子扣下去 难道服貌是不可以讨论的吗 服貌是可以讨论的 然后我们在行政院长 这样一话 你应该照理来讲 要解决这个事情 应该是跟学生 或是跟所有的 你让大家安心嘛 你让大家安心了 我们就等于说 就不会怀疑了 就不会心慌慌了 他采取的方法是 在野党 蔡英文也好 苏贞昌也好 我们来辩论 你是疯了嘛 现在不是在辩论服貌啊 现在很简单 就是让服貌 现在你行政院 说我太疼了啦 签就跟人们签了 对吧 现在进国会了以后呢 在程序委员会这个地方 能够逐条逐项的去审查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千万不要上了国民党的档 为什么呢 国民党现在讲说 他们党团同意 他们的底线是 在院会逐项讨论 逐项表决 错啦 这是一个阴谋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在委员会里面 才能够真正请官员上台 咨询他们 然后把每一个条文的 来龙去卖利弊得失 怎么补救 全部可以问得清清楚楚 现在他们不是同意这一点 没有 在院会的话 他们会怎么做 他会跟你讲 一条一条的讲了以后呢 有没有意见 就算民进党的立委 有意见 你也不能强迫官员诡达你 而且呢 毕业的时候 我就直接表决了 你就全都跪了 这不是我们要的民主 所以现在其实退路只有一条 退路只有一条就是 解零海西寄零人 这个案子从哪里来 学生怒火从哪里来 全国老百姓心里面的疑惑 从哪里来 从张庆中的小蜜蜂事件来嘛 对不对 用那个隐藏式麦克风 然后躲躲藏藏的这样 莫名其妙过了嘛 我们回归到最民主的方式 到程序委员会 我相信 现在连民进党都不敢 因为党说我不让你下来嘛 大家来讨论 讨论的结果到底怎么样 我说我坏天啊 没不对 很多犯男鸣嘴说 就算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国民党还是多数 他赢手也是赢手对吧 可是不一样的是 只要在那个地方经过了讨论 有什么利弊得失 你还硬要这样干 胜利爷 你知道吗 历史定位胜利爷 我还跟我讲啦 现在为止我所听到的胡帽 我们都说做生意 跟对岸做生意 然后跟中国做生意 欢迎啊 赚钱有个规则可以寻 欢迎啊 可是你不能只告诉我说 你是为了爱台湾 你是为了台湾好 没有胡帽就会这样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就算我是为人父母者 我也不能强制 你去娶哪个女生 或者是你是嫁哪个男生 然后跟你讲 你就不要管了 你知道不要管他好不好 因为我是为你好 为什么不让他们交往看看呢 好所以我们先请大家稍后片刻 广告回来继续探讨相关的议题 特别是现在这所谓太阳花的学运 跟当初也百合的学运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这一次的太阳花 是不是因为攻占行政院 焦点就被磨屋掉 被看作好像比较没有凝聚力呢 待会回来 今天一整天 我相信所有人都看了 许多的新闻的报道 也看到你在脸书上面 很多的朋友 都把他的大头帖变黑 因为他们给予了 这些公进行政院的学生 最后被警察强势驱离的 这些学生呢 最有力的一个深远 因为他们认为了 警察不能够这么粗暴的对待 甚至是所谓的棍棒齐飞 但是我们要讲说 你毕竟是攻占金融 我们的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 你一天不离开 你就等于代表 瘫痪了我们整个国家的运作 所以到底已经下令要驱离了 那警察该怎么样驱离 才是温柔的驱离呢 我们今天这一次看到的警察 这样拉人出去 真的是这么严重的事吗 我们就问问孝审哥 其实所谓的强制驱离的话 在整个过程中的话 所谓的流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想这是很难去避免的 这是必无可避 非常难避免 为什么 因为当你 当然同学们会认为就是说 我们今天就做到那样 然后我们直接把手过来紧 像一个人念一样这样子 有没有 那我也没有今天去对你叫嚣 我也没有对你喊扣 或者是回群踹你 那你凭什么要让我受伤 现在问题就在 就是说强制驱离的一个手段 它就是要排除到前面的障碍 因为后门 就我们刚刚讲说 北平东路那个区块有没有 因为我今天下午 有听到一个说法 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有没有 我说实话 同学们站出来 检举这些打你的 这些所谓的暴力警察 如果说今天有听到那个说法 说当时在一开始 要驱离的时候 把这些所谓的记者朋友们 先请走 然后让他们去这样子打踢 怎么拿盾牌砸头 这样子 如果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 请你有没有 左右旁边是谁 我们共同指认 共同指认 我觉得不能去容许这所谓暴力警察存在 但是在整个这个驱离过程中的时候 如果发生几种状况的时候 这警察是可以自卫的 你知道什么情况呢 就是当我要拖你走的时候 你脚啪反射动作 一踢下去的时候 我警察就会认为是 你今天是要攻击我 他不会知道说你这是反射动作 他一定会有反射反应 就是直接敲下去 先把你打昏掉 或者打成受伤 再把你抬走 这个是警察在某些界线上面来讲 他是很难去区别 我们不能够太苛求他们 除非是那种故意性 我什么叫故意性 就是说今天我好好地在那边 结果我今天下来之后 我就拿棍子先捅你 我们有看过这种情况 就是过去的时候拿棍子 其实他假装是要请你起来 他是棍子先捅下去 先戳下去啊 好了好了不要闹了 起来起来起来 其实那个同学 已经痛不到一个话讲不出来了 他是把你打松了之后 然后再把你拉出来 这次有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通过镜头 真的看到很多 都是片段型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 这一段这一段 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 整个全貌 所以我不能够保证说 没有警察有没有 没有警察有没有 都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肯定会有 但是如果有的话 我这就呼吁同学们 不要容许这样的暴力警察存在 把它揪出来 对这个补充下校成 这个我昨天几乎都不能 今天凌晨几乎都没办法睡觉 为什么 我遥控器 每一台每一台 快速的转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虽然把记者请出行政院的以后 行政院里面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或许是好意思说 所谓一视同仁 不过行政院的外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断地这样看看看看 各位有没有 我告诉各位 在北平东路刚开始驱散的时候 镇报部队直接用他的盾牌 学生不是躺在地上吗 对不对 镇报部队直接用他的盾牌 直接往学生身上扎下去 有没有 掉带子就好了 我告诉各位 学生今天做错事情 你就警察执行公权力OK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 警察镇报部队执行公权力 把学生排除 你镇报部队只有两个行为 那个等于说授权国家公权力给你 第一个就是驱离 驱离驱散 第二个就是逮捕 就是孝成兄所讲的 如果你有反抗 你有动作过激的话就逮捕 除此之外呢 公权力没有给你越轨的这个权力 我刚刚讲的那个 我亲眼看到 就直接砸下去嘛 往他们身上砸嘛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 持圆形小盾牌的一个 证报部队直接拿着棍子 追打现场 非常平静的学生 你就是要把他驱离而已嘛 对不对哦 不是 他每个学生都冲出去打 连坐在地上的 还是已经远离了 还是两只手这样抬起来说 和平和平 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后面的同事说 卖卖卖卖 不要动出来干什么 批名啪啪地打出去 请问你 国家的公权力 有受于你这样子 殴打这些群众的 这种权力吗 没有 所以呢 你只能依法驱离 或者是说 他要反抗 他违法 把他逮捕这样而已 很多人都说这一次 好像比起过去来 平和很多 你把他脱离走了以后了 或是用高压喷水车 把他喷离走 我都没有意见 因为这是执行国家公权力 不过 很可惜的 过去 从520农运事件开始 我几乎台湾的大大小小 无意不参 没有一个 等于说漏掉 但是我告诉各位 今天凌晨或许没有像以前那么火爆 可是现在是民国103年 现在是已经过了2、30年前 那种丢汽油弹 丢那种引爆瓦斯的那种日子了 为什么在台湾我们的震报部队 还用这样的方式在执行 不对的出来道歉 当然学生如果他要用暴力 他有任何违法的地方 你依法办理 我没有意见 可是警察只能执行公权力 不能成为暴力的滥伤 好的 任俊你先看一下 你怎么样探索 同样是对于警察正报 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看法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警察你可以使用你的权力 因为你毕竟代表是一个公权力 但是公权力是不是一定要让他流血 我觉得这是现在大家对这整件事情 比较大的争议 当然你说在这样的一个 强制驱离的行动当中 说实话有些学生他也不是财 所以你当要去拉的时候 他确实是会反抗 我们也要看在警察的那个 就他的装备上面 因为你看他必须要手持着盾牌 所以那个部分是 他有没有预举的这个行为 事实上 为什么民众对这件事情会担心 我想民事自己本身是深受其害 当年陈云林事件的时候 在原山办店 民事就有记者 是当场被打到整个头部血流 所以为什么民众对这件事情 会有疑虑 不管他镜头呈现出来的 到底是不是一个原貌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所有事件的原貌 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去断定说 警方是不是有所谓 故意的挑衅 或者是故意去做这个行为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的是 因为公权力在警察的手上 而且有武器的是警察 所以当你在实施强制驱离的 那样一个行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标准的作业流程是 如果你的学生这样手勾着 手拉着的时候 警方会试图先去拉 可是当他拉不动你的时候 他直接会拿棍子 去戳在你的这个地方 因为你戳进去之后 你就手不锁 对 他把你手解开 所以很顺利就拉走 那你拉走之后 你看警方的做法都是 拉走之后直接往后送 往后送的时候 你就看到后面都是 拿着盾牌的警察 之后他会用盾牌去推击你 为什么 把你往后挤 然后最后是警察会站成两排 为什么要管制你被拉出来的人 所以他的作业流程是这样 可是当你在用这样的方式 在做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因为你那些 尖锐的物品 或者是你的那个硬的盾牌 或圆的盾牌 因此而敲击到学生 因为学生他在被你拉的状态 他不是好好走的 他可能是跌倒的 他可能是弯腰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众 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认为是可以很理性的 来讨论的是 警察有没有所谓的过当 当然有没有被制度的放大 比如说最近网路上 今天的时候 网路上面就出现了一个 一个政报警察脚举起来 好像要去踹那个学生一样 结果后来还原过来 他是要跨过那个地方 他是要找个空隙去拉人 他是要走过去去拉那个学生 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慢慢让他还原起来 我觉得不要让警察被污名化 但是警方如果有暴力 因为确实这个事件 诚实的发生过台湾社会 而且就这么几年之内 我觉得警方在执行 这个公权力的时候 确实自己要特别的小心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过去的时候 我们常常 他跑新闻的时候 我们常看到 我们有经常看到 就是所谓的政报警察的话 他就是这样 堵在人后面的时候 后面只要被送进去之后 就惨了 我跟你讲 踢到你昏掉为止 那是过去 我要讲到这是过去 那我不是说说 现在不会发生 但现在问题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因为 台湾是个法治的国家 你是个法治的国家 如果有发生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是呼吁 如果你有派到哪个警察 他用非法暴力的一个模式 去对待这样子的一个 进座在上面的一个学生的话 马上把它提出来 把它交出来 提供给一个 你认为信得过的一个 这样子 交给学生团体也好 或者交给 你认为哪一个政策团体也好 OK 如果说今天你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录影的一个这样子资料的话 我们总会左右 左右之间 大家当初绑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总会看到 哪一个人在干什么事情 对不对 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做质量 但是你不要这样跳出来 就是警察打人 我们过去也看到一种 自己摔倒 然后讲前警察打人 还是有 因为其实你看警察要拉几百个人 会不会也太委屈了点 我是说如果警察没有打人的话 你没有打人的话 你现在用这种方式来指控人家打人 这也是不对的 好 秀老师 其实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在昨天就看到这个警察 冲到这个抗议的现场去 把人抬出来的时候 我突然有个感觉 是想到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下张命令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抗议现场的话 你看到学生 他是一个一个躺在地上 对不对 他们基本上也没有扔石头 我也没看到 连一个鸡蛋都没有 整个现场里面的话 或许看到有人 那个民众的话 对那个警察的话 扔个水平 我是唯一看到这个画面而已 但是呢 这一个 不管是这个学生也好 或群众也好 他是没有抵抗的 那这个警察的话 当然我反过来讲 看那个警察那个部分的话 他们执行公权力 当然我们这个江院长 好像下这个指令嘛 说要清空这个 行政院前面那块 那个地方 所以当然 这个警察就冲到里面去了 把这个学生 一个一个拉开来 架开来这样子的 当然在拉的过程当中的话 当然警察也辛苦了 不过在拉的过程当中的话 自然这个就有人会擦伤 可能有人撞伤之类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 也是这样子的 其实呢 我们看到最后结果是 这一些孩子 最后在被拉出 那个行政院的前面那个时候 有人受伤了 我们真的看到 另外的话 我们要看到什么知道吗 有人是哭着走出来的 那我的疑问是在这个地方 下这个命令 说要把他们驱离的时候 难道你没想过吗 这一些受伤的孩子 一直走出来 他们这个哭着走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 他们会记得这件事情 一辈子都是在内心里面烙印 他们会记得什么呢 20年后 30年后 他们未来会成为 中华民国未来的 所谓的这个中间分子 然后他们永远会记得说 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他们在这个行政院的前面 被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 下令把他们给拉了出来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这一次呢 行政院这边的问题呢 是经过了强势的距离 就解决了 所以抗议的这些学生运动 又退回到他们原本 先攻占到的这个立法院 继续做他们抗争的一个行动 所以我们同样的 在立法院这边呢 我们在今天晚上呢 也有做一个最新的连线 要交给的记者许桂呀 再看看在立法院那边 经过了一天的这个抗争之后呢 现在最新的情况 好 熊问我们现在要访问到的 这个民众31岁 他从台中来的 已经来到立法院来 声援第六天的时间 而昨天占领行政院的行动 他怎么看呢 我们来问问看他 就是我 我觉得警方昨天在处理的时候 非常不重视我们生命财产 因为其实昨天 一开始我们攻击的时候 有几个人受伤 那他在受伤的过程 我们就叫了救护者过来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警方跟我们 这个证报的已经跟我们 已经在对峙状态 我们要求他们让开 他们不愿意 然后一直到我们一直全体 全数几千人大家的一起喊 警察退开 警察退开 他们才很缓慢的再开 我觉得这时间的多 流逝对我们的生命财产 这是很没有保障 因为我实在搞不懂 我们今天为的是国家的一个前途 一个宪政的一个未来 一个民主的保障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换到就是对我们生命财产的伤害 这是我一直很不能忍受 所以这次我们一度怀疑 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拼 为了什么而去努力 所以马政府感到他们处理的方式很失望吗 说真的 我不是只有失望 我已经叫绝望了 因为我以前我就觉得说 他们为什么一连串那么多事情 却都没有再改进 那今天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已经努力做 我问过一个德国的友人 他说怎么会他前一天去高雄后来去台南 完全都没有理会这边的事情 他说他觉得很不可惜 这种在国际前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因为他会处理最重要的事情优先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他选出来的总统是这样子 我们无能为力 所以我们才能学着走上街头做这种行为 好 那我们可以听到 这个语气中还带有一点激动 他昨天一度就参与了这个行政院行动 还好他是回防到立法院才没有受到伤害 他也认为说 马政府这一次的表现 对他来讲不只是失望而已 他认为有点绝望的感觉 这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形 把时间交还给彭内 好 我们谢谢贵 但是可以看到 经过了一天的这个抗争跟驱离 就感觉到现在的继续在对立 好像问题并没有在解决 回到立法院院内 今天除了在深远被深压的 进攻行政院的总指挥魏洋之外 立法院的这些学生 还是没有办法等到政府给他们 他们想要的一个回应 但对政府来说 好像现在真的是画了一个 蛮明白的界线 你们两边的底牌都亮出来了 我没有得可以跟你谈 所以到底该怎么转还呢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不管你是去占领行政院 或者是占领立法院 我基本上认为这都是不对 都是不对的行为 即便精神的部分我觉得 我们应该肯定学生热情 参与社会运动的这样一个热情 这个动作 但是这个动作确实是不对的 你在议场 你在立法院的这个院内 因为第一个 就是立法院它是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王金平一直被赋予 就是认为说 他是一个国会议长的高度 所以很多人讲到说 1992年之后 其实国会议场里面 没有进入过 没有动用过警察权 不过我认为那有点被扩大解释 包括王金平他自己都讲说 我的警察权适用的对象 其实是在国会议员在问证的时候 不是在所谓一般的民众的状况之下 当然现在整个时间 到第七天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里面的学生 就我们自己的接触 我会认为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他们其实有点茫然的 我认为那个茫然的地方 其实在于是 你看到政府的体制的运作 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些学生 而受到停摆了 比如说今天的朝野协商 你在立法院里面 虽然受到贪汪 但是王金平他把协商的场地 拉到他的官邸去 而且包含国民党 民进党 还有台联 通通都参加 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 表示朝野愿意谈 只要愿意谈 这个符帽协议基本上 就是一般大家认知为 所谓的黑箱的那个部分 那到底哪一个程度叫做黑箱 有人认为说你在签之前 没有公开 那个叫做黑箱 有人认为是你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那个30秒叫做黑箱 有人认为说包裹 你到最后标裹表决 那个叫黑箱 每个人对于黑箱的定义不同 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 其实透过朝野协商 那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是 它走回到 所谓国会运作的体制里面 因为毕竟协商是一个体制里面 现在的一个范围 好 当朝野开始做协商的时候 其实对学生来讲 我就讲说今天学生收到那个 我们收到那个学生的声明 他基本上还是被迫 要回到这个体制内 也就是说他也是要 他也期待就是说 王金平能够展现他的高度 展现他的智慧 集合所有立法委员的智慧 来解决现在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必须 我现在必须讲 其实里面的学生 我们要给他一点点鼓励的地方在于是 他现在只能被迫的等待 等待什么 可是那个等待真的是非常漫长 因为大家不会像我们一样 每天有机会 可以进到立法院的议场里面 那个整个压迫的环境 因为学生不敢走 他很怕他走了之后 里面哪一天突然他进不去了 所以他永远困在那个地方 你可以想象连续七天 所有人挤在那个空间里面 没有空调 没有任何的后援的状况之下 连跟外界的那个通讯里面 他都不太能够很好畅通的时候 甚至产生内外完全 资讯不对等的状况之下 他的心理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我会觉得说政府 其实在这个部分之后 你除了走回到政府体制之外 政府应该多一些些关怀 给这些学生 我现在不敢讲说 你一定要多去关怀他 因为如果真的会关怀他们 也不会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 但我认为你今天 既然真为一个官员 请你不要小看这些学生 因为他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管再怎么样子 我们都讲说我们少数服从多数 但是多数一定要去关怀少数 他不只是尊重少数而已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力量 你看到每一个学生 他代表的是一个家庭 我觉得政府一直在这个地方 他一直没有好好去 重视这些学生 他真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是 包含他的家庭 其实支持这样的一个运动 所以我会觉得 即便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行政部门包含官员 应该可以释出更多你们的善意 不要只是拿所谓的服帽协议说 我们已经开始在谈货怎么样 来告诉这些学生 这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好 这边可以希望的政府官员 多给学生善意 但学生好像只能够现在感觉上 似乎把希望放在王金平院长的身上 对 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一场学运该怎么落幕 对啊 那么事实上呢 我说解零还需寄零人 请问这个零从哪里来 零还是从张庆忠委员来 当然张庆忠委员会觉得 关我什么事 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嘛 没有上面的 交代我怎么过 我怎么做这种事 我跟浩霸行云 惹天大祸 最后会不会被 叫张庆忠一个人背黑锅啊 可问题是 因为事情是从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觉得最后 唯一能够解决这件事情就是 从哪里来 从哪里回去 很简单 就是退回 不管其实现在 也没有正式到那边 到院会 就是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按照本来朝野协商的体制来做 而有更多的 这些包括学生团体 公民团体 这些团体下去监督 每一条每一条 大家来审 那么马英雄总统会说 他急着急着 你急什么 我刚刚说过嘛 我用结婚来比喻嘛 既然你认为这个对象 你做爸爸妈妈来 帮你找的对象这么好 你就让他们接待 交往看看 看他到底有多好 你不能告诉我说 就这么好 你跟他结婚就对了 睡过就对了嘛 你知道吗 不能霸王硬伤工 还有就是说 学生啊 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诉求 从四条 两条 四条 这样不断地变 对不对 事实上我告诉各位 学生当然可以漫天开价 他的诉求更多更多更多 那是为什么 因为政府没有给他一个 等于说沟通的管道 所以呢 你不理他嘛 不理他 他当然会不断地升高 他的诉求啊 漫天开价 可以坐地还钱 可是问题是 你要跟他 画扒拉肩 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你必须要给他互动 而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 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启示是 马英九的政府呢 他在服帽这件事情上面 事先没有跟全国会被影响到的 甚至于包括执政党的立法委员 进行沟通 虽然号称 说号称 有跟立法委员进行沟通过三次 可是有很多执政党的委员 并不知道这件事啊 所以呢 我告诉各位 他不管他的理由说什么 行政命令说什么 不管年底的货帽 还有我们很担心 他一直急着去见习近平 你一直去见习近平 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好处 你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们啊 你不能说 因为你要得诺贝尔奖 对不对哦 你不能这样讲啊 还有两岸和平协议 跟我们最怕看到的两岸军事协议 我相信有这件事情了以后 就绝对不敢再这样强度观山了 所以值得大家继续的来监督下去 我们先请大家稍微偏个广告 回来真的就要来比较一下 两代学印的大不同 一差就是24年了 马上回来 刚刚呢有看到的是在立法院外面的连线 我们赶快呢 再连线给在立法院里面啊 也就是呢 持续进做抗议啊 做抗争运动的这些团体里面 在立法院最新的情况 我们给记者见微 是主播各位观众 但持续关心在立法院议场内的状况啊 在昨天这个攻占行政院的事件当中呢 也意外的引发了一个话题 那也就是在这次学生运动呢 堪称是近年来的一个高峰 不过呢 有引发一个所谓的鹰派跟鸽派之争 因为其实在占领行 在占领立法院之后呢 许多的学生就认为说 应该要固守在立法院这个现场 不过在昨天晚上呢 发生这个突发的事件 也就是说呢 这个有一个比较主张 应该要继续来进行抗争行动的这个学生 是跑到了行政院去 所以让外界去质疑 以及有一个好奇是说 是否目前呢 在固守立法院内的这个学生的 这个团体 是否有引发了这个内部路线的问题 也就是所谓的引发鹰派跟鸽派 这样的争论 那现在我身边呢 就是这一次这个学生行动 这个总指挥林非凡林同学 由他来跟我们外界来说明一下说 目前他们整个内部的状况 至少说先回应一下目前究竟关于鹰派跟鸽派的问题 大概是怎么 我想我们的运动里面没有所谓的鹰派跟鸽派之分 那这些社会运动 他所面对到的问题 只有他面对的是民主政府 还是威权政府的问题 他面对的是 是有人权素养的政府 还是一个暴力政府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运动里面 我不认为有什么鹰派跟鸽派之分 昨天的整个行动 从行政院的那个整个事件 其实我们知道都有非常多的 很积极的朋友 他们很希望能够 替现在在立法院进座的这个僵局 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就号召了一群朋友 自发性的集结 自发性的去攻占这个行政院 那所以我对于他们这个自发性的行动 其实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态度 应该都是要相当的尊重 而且甚至对他们的行动 我们也要采取某种部分的肯定 因为他们的自发性的行动 其实也是在于一个非暴力抗争的原则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占领行动本身 他就会是一个非暴力抗争的原则 那除非说你涉及到是 你已经是到了革命性的这个举动 要不然其实我觉得 只要在一个非武力的状态底下 你攻占行政机关部门 他都是一个非暴力抗争的原则 我们听到这个林飞帆同学的解释 他认为说现在目前整个学生运动 应该要搞清楚他们的抗争对象是谁 不过在经过这一次外界有这样的一个划分之后 你们自己本身在内部的组织统育上面有特别加强吗 我觉得其实这也这件事这个事情 我觉得媒体过于放大 媒体过于放大在这个运动的一些细节里面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运动里面最 最真诚的一部分 就是这些同学们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 这些同学们为什么要走上街头 他没有把这些同学们的情绪 感受和愤怒 很完整的表达出来 而是把焦点放在这个所谓 鹰派跟鸽派的区别 或是说把这个行动策略上的差异 把它作为是一种路线上的差异 我觉得这样子的区分是有点过于太快 而且太过武断 也不够完整 也过度放大 你自己本身在统域上面的话 里面会做个重新的统合或检讨 我想看内部的组织 你看到现在所有的同学 大家其实实际上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重整内部组织 希望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实际参与我们的行动 就是说大家在这个议场里面 在议场外面 其实你不只是坐着 你不只是坐着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说下一步是什么 而是你实际在参与这场运动里面 你感受到运动现场里面的气氛 你感受到运动现场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大家进行分组 那编入到每个各个不同的组别里面 去负担各式各样不同的工作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个林飞帆总指挥 他特别的强调 希望说大家把这个整个焦点 还是聚焦在整个抗争的目的 诉求是什么 那至于说到最后呢 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应该是大家要来共同来关心的 以上是我们现在掌握到最近情形 时间尽头 先交换给PoneA 好我们赶快来问一下仁俊的看法 虽然呢 他这个刚刚看到这个林飞帆同学 是强调说大家还是很团结的 但其实真的就有一部分 自发性 照他刚刚讲的嘛 就跑去行政院去了 是不是真的有分裂的情况 当然如果就议场里面的状况 我们自己跟你们 称为说在参与决策核心的人来看 是他里面的团体非常非常的多 有可能是三个人 五个人 十个人 他们就成立一个叫做什么什么 政线 什么什么联盟 你说在立法院里面 在异常里面 我现在光只讲异常里面 就这么多个 对 他就最少超过三十个以上 也太多了吧 因为确实学生运动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跟我们四个人如果合 我们也可以成一个什么 四大美少年之类的 你知道就是他的团体很多 可是我其实不担心 是一点水分 你拖人家下水 没重点好了 OK 但是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不担心 异常里面的沟通跟协调 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我认为在那个议场内部的时候 他们的沟通跟决策 我相信他们是清楚的 可是问题这一次学生运动 他不是只有局限在议场里面 这个跟当年野百合完全不一样 野百合当时是所有人在中正纪念堂 现在被称为自由广场那个地方 大家聚集在一起 现在还分里跟外就是了 即使当时李登辉接见学生代表的时候 也是五十几个学生代表一起进去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是一个共同的决策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太阳花旋运里面 我们看到学生很成功的被驱割成两块 也就是说在立法院里面 他又分成两块 一个是议场内 一个是议场外 那议场外的那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学运旅修 昨天像林飞丸跟陈维婷出来 虽然说雨带哽咽的 希望大家不要再冲 但最少那是一个沟通 可是问题是在立法院外面周边 那些静坐的那些人 四处游走的 他也听不到里面发生什么事 他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我觉得从事一个社会运动 他当然现在遇到的 我认为它是一个困境 所谓的困境就是说 他的形式跟他的形态 其实并不像当时野百合 那么样的单纯 包含现在其实你 再把它称之为学生运动 妈 在昨天晚上那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冲进 所谓行政院里面的人 也不是学生 看起来不太像学生 或许他是博士班我不知道 就是他看起来的那个年纪上面 对 确实是有点不太像 是学生的状况之下 那这些人 可是你知道外界会把所有的 就不单纯啊 还有政治人物也去啊 那都模糊掉了 外界会把这时候所发生的任何冲突 其实我相信他们承受莫大莫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面 我反而会建议 就是说学生应该要注意的 不只是那一场里面 因为问题其实出在 一场外的这一批人 昨天发生那个偶发事件 你不能讲偶发事件 就是你现在看起来 其实有预谋的那个行动 就那个其实也是来自于 在一场外的 包含在立法院周边外面的人 他们出现的那个行为 可是你这些一场内的学生领袖们 你还是要背负那样的原罪的 我可以补充一下那个 刚刚仁居讲那种情况 就是我今天下午跟那个 一个同学在聊天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其实他们昨天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发动是说召集同学 我们到行政院那边去快散 快散活动啊 那怎么变成这样啊 怎么就不走了啊 我后来也问他说 因为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 昨天谁发起说要攻占那个行政院 他说我们没有要攻占行政院 我们只是到那边去快散 快散完之后 等到警察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立即要散 结果呢前面的在快散 结果后面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讯息说 要攻进占领行政院 就走掉了嘛 所以真的是走掉了 后面走针了嘛 你后面走针的时候呢 就前面那些人呢 一看后面我已经把他挤上来了 你知道在那个状态之下是 前面这一群同学 不知道该怎么办 前面这同学是很单纯 都是学生组成的 后面的话也没有 有一些有一部分呢 我实在是搞不定 所以真的不一定 就是本个学印的这个焦点 就被模糊掉 跟当初也摆 我们邱老师那个时候 还是笑蜜蜂大对了 对不对 真的差很多 是差很多 为什么呢 其实我先承认个概念 其实所谓的这个学运的分子的话 并不分所谓的鸽派鹰派 为什么被称为鸽派 他一定很不爽的 真的 因为他今天已经来参加学运了 你还跟他讲鸽派 所以没有鹰跟鸽这种事情 鸽子的话就乳鸽 就是这种东西 所以只有鸽的是 激进派 以及更激进派这样的差别而已 所以他们只是想法不一样 所以做法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学院都是一样的 他里面的人的话 分为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组成 像刚刚仁俊刚刚讲的 事实上这一次的 这一个318学运的话 它的内容 它的里面的学生群 也是分很多很多不同来源的 最早的第一批学生 跟后来学生是不一样的 同样情况 野百合也是一样 其实野百合也是一样 其实野百合从最早最早的开始 到后来这一个在检散前 他组成的那个分子 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早期的话 是有一些 所谓一些小型的社团发起的 可是后来的话 事实上其实野百合这个名称 其实我们个人的话 如果说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人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名称不太适合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真正的名字 应该叫全学联才对 全国学生联合会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 因为我刚刚讲了 因为早期发起的人 跟后来是不太一样的 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学生群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嘛 对不对 本来是100个人 后来变500个人 后来变成5000个人的时候的话 当然那个 要听谁的就是啦 你要听谁的 所以这个时候出一个问题是 到底谁是决策核心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告诉各位野百合之后 后来能够成功 原因是因为 它后来是叫做全学联 为什么要全学联呢 因为参与的学校够多 以后的话 是由各个学校的学生会 来组成的 那学生会的话 当然是它本身就是一个 学生的代表嘛 所以由代表来组成一个叫全学联 那全学联的话 他们共同来开会 来共同决定事情 到底今天干什么事情 这规模好像更大是吗 对 它后来越来越大了 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一个 什么318学院里面 我们并没有看到 有类似的组织 而且还发现到西斯顿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刚刚像任俊讲的 就是其实野百合的时候 是全部人 挤在这个总统长前面 这个大宗制政门的 这个下面那个区块 那那个时候的话 为了区分学生 跟一般的民众的话 其实更好玩的是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当年我们拉条线 这条线的话 有拉线 是学生自己拉的 我们自己拉条线 就是一条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尼龙绳有没有 就拉条线 那尼龙绳拉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这条线是作为场外民众 跟学生的界限 意思是说 你要进入这个线里面的话 你比如学生 而且任何的政治人物 都只能够站在线外面 都不要过来就对了 当年的几个 这个主要生存人物的话 像是什么那个宋楚瑜 像是那个当年陈锐扁 都想来探制学生 可是我们都不让他进来 只差 没有在那个线的下面 所以这真的就是跟这一次 比较大差别的地方 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这一次是学运吗 事实上的话 他已经慢慢慢慢 已经偏离学运那个本质 像他任俊讲 他像社运 都不像学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差别人数 已经不单纯只是学生而已 那这样学生的力量 不就被消掉了 他说他整个是被分散掉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最后的情况是 到底谁是发言人 像是那个什么 嘉宁华不是来吗 对不对 觉得那个什么 学运人在他讲话 就后来那个什么 两个抢进隔出现 这样子的一个律师 跟一个这个 这个都知道了 这个是他 这个是他 好 谢谢 我去谢谢 好 谢谢